社团法人中华贺胜公爱心协会 中华道教玄天上帝红道协会 还有五股公香妇女会公益推展协会 到新城乡捐赠了爱心物资尿布50香 并且制证急难辅助金25000元 而促成这次善远的中国国民党花莲 现党部主委张艺华也出席见证这个仪式 乡长何理台7日颁发感谢状 中华贺胜公爱心协会 中华道教玄天上帝红道协会 五股公商妇女公益推展协会 捐赠新城乡公所爱心物资 8日在新城乡公所二楼举行 这次捐赠给新城乡的爱心物资尿布50香 以及制证急难辅助金25000元 这次物资捐赠由新北市五股贺胜公公主 及中华道教玄天上帝红道协会理事长 及新北市五股公商妇女公益推展协会 资会会长王美云 带领五股公商妇女会公益推展协会会长 韩茉莉及会员等35名共同将爱心带金新城乡 另外促成这次善言中国国民党关心导部主委张艺华 特别出席金正仪式将能合理台表达感谢 并且亲自颁发感谢状 我们联系三年 我们是非常有缘 在我们张荣誉顾问的时候 我们张主委的这个引荐之下 跟公主跟各位 我们师兄师姐各位 都是善行人士能够解言 我非常的感谢 各位每年对于东部地区的一个关怀 这样的美意 让我们散播到我们各个部落 不是社区里面 我们感受到我们归宫各位三星人士的这个温暖 所以我要代表新城乡各界 向各位表达敬意 希望各位除了善意继续维持下去以外 各位的身体都要健康 都要修补好不好 好 王美云理事长表示 新城乡前多次带领三星团队到华林参访 透过张艺华主委的介绍 认识了新城乡的乡长合理台 得知乡人合理台积极 乡政用心照顾乡亲 推动多项社会福利政策 打造幸福快乐的漫步新城 因此特别安排爱心物资 捐赠来到新城乡 我们资本人合理台积极 和江兄和我们的厚度华华 一起来在这里 好像说我们这个佩氏 有缺什么东西 我们资本人合理台积极 这些尊委员和这些会长 都有心的 一个发动大家都支持 国民党欢迎现场幕主委 张艺华也感谢大家的善心 那我也希望各位都是在新北市 我都说魏众一方啊 五节金五金啊 啊猴出人也真猴出人啊 那都是卧虎长龙啊 我讲这个就是要效法是 共助 经常来新城乡做功德 合理台表示 王美云理事长 带领着各个协会团体 长期帮助弱势 他们的三星 其实早就深入花莲每个角落 这次将爱带到花莲 除了田靠新城乡 也期望五个乡镇 曾志愿也到台东的路野 一路周春劳顿非常辛苦 但依然不减 他们对慈善的热忱 因此特别表达感谢 感谢中华赫生公爱心协会 中华大教选天上帝 红道协会 五股工商妇女会 公益推展协会 对新城向来照顾 特别感谢主委张一华的牵线 让新城可以与今天 在座三星人士结缘 真的是新城之福 记得中文学校的老